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不是有私心的话 唐叔就不会被戴康剑利用了 Yumi也不会被人抓走 而勇哥呢 就不会牺牲了 这么多人受伤害 你怎么补偿啊 我逢宝发誓 以后不会再让你伤心 不会再让你孤零零 我会照顾你一生一世 记不记得我说过 回来之后 我会做一个很大的项目 我想在那边 兴建一个水果尘 那块地皮 是我家族公司投回来的 不过已经空置了一段时间 这么大块地皮 不发展这么浪费 本来我们打算发展地产项目 也跟政府谈过周围的环境规划 不过一直没有落实日期 所以计划就搁置了 不过不要紧 就一直把它放着等升值 大闹 我反而有兴趣想知道 你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 来发展水果城 原因很简单 因为靠近果兰 交通配套方便 水果业在香港发展 还有很大的空间 果兰实在太旧了 某程度上是阻碍了发展的机会 但果兰有上百年的历史 这么多年都没搬 一定有它的原因 而你想在这里建一个水果城 一定会对果兰有很大影响 很多事是由人 去创造出来的 我打算把整个果兰搬去那边 兴建一个设施新颖的水果城 最重要的是干净 很有系统管理 Donald 为什么你这么有把握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 这里就会成为全城焦点 对附近的地产发展相当有利 我知道你几年前 曾经提出过搬迁果兰的事 但是很多人反对 最终不了了之 还有人说你想出风头 最终还变成了坏人 只不过很多人是没远见 也没你这种魄力 还在想今天当老说的话 水果城的计划的确很细 而且这几年 我专注在律师行和区议会的事务 没什么时间打理家族生意 所以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做一点事 就这么简单 是 当年我提出果兰搬迁遭到否决 我是有点不甘心 不过搬迁果兰根本就是势在必行的事 那你想想 一来政府可以把地收回来重新发展 二来果兰也可以搬去一个更大的地方 这个根本就是双赢的局面 所以我真的很想借这个机会 完成这个计划 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你跟当老合作的话 你只是出一块地 水果城的钱呢 全都是他来负责 这么说起来 风险低 而且能赚钱 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问题是果兰里的人 对果兰这么有感情 我觉得这么做 他们的反应一定很大 不过有些事呢 始终都要做 太若留情是必然的 如果他们肯搬的话 我们可以向他们做出补贴 但是上次运毒的事之后 果兰里的人对我很有意见 尤其是乐仪 把我当成坏人 如果让他知道 水果城的事我没有参与 他一定会觉得我 跟外人合起来逼他们走 如果他们真要这么想 也没办法 最重要是你做回自己 你为果兰好 你为他们好 他们最后会明白的 大爸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 现在我身边 什么亲人都没了 幸好我还有你 支持我 鼓励我 我发现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 你有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有吗 你变得越来越有想法 越来越能干 还越来越 什么 越来越像我老婆 想得美啊 哇 哇 哇 奶奶 哇老爸 今天还是吃这些外卖啊 喂 有没有家常菜啊 将就一下吧 这顿很好了 有烧肉有菜有鸡啊 奶奶 我嘴里都是口疮了 继续这么吃会死的 喂 现在我这个老太婆呀 天天陪你们吃这些呀 就是啊 你最喜欢吃饭 那一盒白芝鸡黄饭 全都给你吃 吃完之后下去开工 快吃啊 我再继续这么吃 有三高一低呢 我看余生的甜 就找口水间爆销 你八岁就已经这么高了 医生说不能再长了 早晚你的血管啊 什么心脏病啊 都给我这么高啊 说我这一切 坚硕 怎么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爸死的时候 和风蓝除了文书和杰书 还有没有其他伙计啊 还有个叫小球的 不过很久没联系了 怎么了 我爸死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都认为是意外啊 八哥的死 大家都很难过 警方再三调查之后 死因报告也说是意外 没有其他说法 嗯 其实重提果蓝搬迁 是不是跟之前果蓝贩毒的案子有关呢 是啊 果蓝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龙蛇混杂的 是不是想趁机会改变形象啊 当然不是啊 那果蓝呢 所有人都很珍惜这个地方 人人都安分守己 兢兢业业在这里工作 把果蓝当成自己家一样 没错 来搞事的是果蓝外面的人 黑社会想来果蓝搞破坏 我们希望警方能尽快破案 抓了戴康剑这种人渣 别弄得我们果蓝乌烟瘴气 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都说完了 谢谢各位 希望各位记者朋友不要乱写 谢谢大家出席今天的发布会 之后我们B&D将会有一个水果城计划 诚意邀请各位加盟 什么水果城啊 什么水果城啊 谁知道 接下来我们有请姚念经先生 Donald为我们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水果城计划的构思和概念 在这儿先欢迎各位的历礼 我们预计会在这个位置 兴建一个水果城 楼高三层 地面那层就是卸货区 就像是现在果蓝的卸货区一样 预计会有三百个车位 有电梯直到二楼 二楼就是批发 就像是现在的果蓝一样 不过全部电子化 加快交易速度 而三楼就是零售 餐厅和多元化的设施 目的当然是增加人流 最重要的就是整个水果城有中央冷气和电脑系统管理 也就是说以后买水果就像是逛街看电影吃饭一样方便和普通的活动 那只要大家肯搬来水果城 我保证前两年的租金呢跟现在果蓝的一样 而之后再续租呢 我们也会有租金优惠给大家 真的啊 真的啊 是不是真的啊 等一下 就当我不懂事啊 如果我们这么多位都不肯搬的话 这个水果城建好了 不就有两个果蓝了 对 对 两个果蓝了 那就会有两个果蓝了 是吧 可以这么说 那当然不行了 喂 也就是跟我们抢生意 抢我们客人 他们想说的是 如果我们不同意一起搬的话 到时就很难避免有恶性竞争 就是 那我明白 其实现在果蓝有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 有很多果蓝都是一代传一代 无论是果蓝卸货还是散客买货都有上百年历史 一时之间要大家接受的确比较困难 可不是嘛 都几十岁了 也没多少年了 现在跟我说什么电子化 电脑化 你说我落后也好 别找我 对啊 我又不会用电脑 万一做不成生意 那不是更麻烦 可不是嘛 虽然说是两年后的租金有优惠 那优惠多少啊 是啊 就是啊 你说多少啊 今天不搬 那明天呢 后天呢 你们儿子孙子那一代呢 难道他们也要日晒雨林 在这么脏的环境里做生意吗 现在我们的水果城干净卫生 不需要日晒雨林 同样的租金可以有更好的环境 就算你们不为自己着想 也应该为下一代着想吧 喂老挂 如果真的能搬去那边 我们去厕所也方便多了 我还打算等我儿子在美国读完书回来 把果兰交给他大理呢 你说什么废话 你儿子念这么多书 怎么会来果兰帮你 可不是 我也知道不会 不过我希望他回来看看果兰 毕竟是果兰把他养大的 不管怎么说 我都不会搬的 其实果兰搬迁呢 说了很久了 正好柯以远他 喂喂 等一下 那家伙刚说让我们搬 你就马上说建水果城 喂 大家想想 有这么巧吗 就是这么巧 其实搬迁说了很久了 只是没谈成嘛 这个计划 是我们B&D最新的计划 我们已经跟负责这块地的 Henry柯签好约了 等一下 Henry柯就是姓柯的 那根柯议员是他叔叔 他是负责他们家族的地产生意 哦 就是你们三个合伙的 那家伙说要我们搬 你现在也说要我们搬 喂 还不是合伙要我们搬 很危险了吧 我也知道这件事呢 这么说出来好像很容易让大家误会 其实误会 你敢说你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才这么做 我想问问大家 我做商会会长的时候 有没有做过损害果蓝利益的事 没有吗 我今天之所以给大家 大力推荐这个水果城计划 不是为了我自己 也不是为了我公司的利益 而是我真心觉得 这个水果城计划是为大家好 是为果蓝好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果蓝好 为什么你要在柯议员提出搬迁这件事 才把你的计划告诉我们 这跟逼我们走有什么分别啊 是 总之 总之 我一定不会搬 乐仪啊 不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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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走啦走啦 走啦走啦走啦 走啦走啦 大家听我说行不行 喂 口水间 你相信我 我真的为果蓝好 我不是不信你大巴 如果你真的是为大家好 你就别跟外人一起 逼我们搬了 喂 你自己想清楚吧 女儿 你终于出来了 在房间待了这么多天 就出来透透气 事情已经发生了 是谁对谁错 也不能改变什么 随他吧 但是爸 的确做错了 你是我爸嘛 不管你做了什么 你都很疼我 我先回房了 口水间小红哥 你们怎么回来 今天我是为了 拔哥死的真相过来 既然说他什么都没跟我说 只是叫我过来一起听 拔哥的死 这么多年来 都让大家觉得很不安心 包括我 所以我这次 特地去调查清楚 找到以前的老伙计小球 他说 那段时间经常下雨 炮到放货的卡板都开始发霉 他跟拔哥说过很多次 可能拔哥太忙了 没去管 结果发生了这次意外 绝对是意外 警方调查过 也说这件事是意外 小球听说是意外 他就没说什么了 因为他那时候还小 这是暑期工 之后他就去了外国念书 再没联络了 这次我知道他回来 就再去问问他 他才把这个细节告诉我 才能真相打白 也就是说 拔哥的死跟药堂没关系 没关系 绝对是意外 是天忆 我这辈子 又顽固又专横 我认定的事永远都不会改 我以为拔哥的死跟我有关 我一直内疚了二十多年 但是没想到 原来一切 只是我错钱自负 自作自受 口水剑 我们认识几十年 朋友算不上 仇人也不是 你 你这次帮我 我只要谢谢你 堂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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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这些 真相大白就好了 别说这些 现在事情弄清楚了 你以后就不会一直觉得不安了 老婆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在我身边支持我 我真要谢谢你 乐业 虽然你爸的死跟我没关系 但是 我真的真心想跟你说一句 对不起 不用堂叔 喂 其实 如果这件事真的跟堂叔有关系 你会怎么做 我真的不知道 不管这个意外是谁造成的 始终只是意外 相比埋怨责怪 还不如放下它 心里也会舒服一点 对吧 你能放开就好了 喂 老爸 你在就好了 有事找你商量 终于想结婚了 没错 你放心 你是八哥的女儿 这件事 我一定会办得 风风光光 杰叔 我想你倒不是来说这件事的 你别捣乱了 你想说什么 我是说明天的研讨会 我想叫上我爸妈和当鲁去 清楚地告诉他们 我们果然的立场 希望能够说服他们 别搞什么水果城了 你认为这样有用吗 那也不一定啊 上次也是因为 他才说服安可不报仇 也许这次也行啊 坚叔 冯保 表弟 你们谈吧 这么好 居然会主动过来帮忙 我是帮你的 那你来干嘛 做事 过来看看你 喂 找到戴康剑那混蛋没 他闹了那么大 跟手下都跑路了 上头叫我们找线索 尽快抓到他 赶快抓到这些混蛋就对了 别让他再连累我们 来搞事的是果然外面的人 黑社会想来果然搞破坏 我们希望警方能尽快破案 抓了戴康剑这种人渣 别弄得我们果然 混蛋 想要我死 我死也要你们给我陪葬 怪你是谁啊 你来我这里干什么 你们怎么进来的 关你屁事啊 这里被我们占了 走吧 滚 神经病 别过来继续玩 继续玩 好 别弄脏我哥的酒吧 滚 滚 滚 不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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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别再喝了 找到戴康剑那个贱人没有 没找到 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要他一命换一命 很感谢各位在百忙中抽出时间 历领今天的果蓝搬迁问题也讨会 我说真 我们果蓝不是不肯搬 只要对果蓝有好处 我们很乐意配合 第一点 我们果蓝呢 有很多蓝商是夫妻俩的小本经营 所以如果政府没有合理的安排 我们就很难去配合一个 大规模的搬迁行动 第二点 这次的事件呢 应该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蓝 是啊 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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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笔就有了 李小姐 你有没有什么实质的数据 来支持你这个说法呢 理据呢 是最近有财团计划想在果蓝附近建一个水果城 我们商会呢 是反对这件事的 如果这个水果城真的建成了 对我们果蓝的生意会有很严重的影响 还有 我们相信这个水果城 只是一个商业的包装 真正的目的是想待望附近的地产发展 但是这个水果城 是不可能取代我们果蓝在香港的地位 就是说有利益输足了 就是啊 有利益输足了 有利益输足了 可以 各位不好意思 其实搬迁果蓝是早晚的问题 我之前做了一些咨询 实际上有不少蓝商很愿意 也很有兴趣 搬去我们的水果城 那 有兴趣不代表一定会搬 而且不少是指多少 给我们一个数字啊 是啊 给我们一个数字啊 我们不会搬的 我们不会搬的 其中 Free 你 你要是 你是活的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叔叔 好好做他一顿 爹地妈咪 这边 爹地妈咪 快走 爹地妈咪 快走 那兄弟 不要伤害这里的人 不安逸 再扛进 快 别乱来 住手 再扛进 别乱来 兄弟 别乱来啊 抓住他 别动 你怎么办 当当 你怎么办 当当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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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地 坐下 喂 小狼女 已经抓到戴抗剑了 现在警察带她去医院验伤 然后就 喂 喂 我脚疼 要验引伤啊喂 喂 我想吐 给我个袋子 喂 行 我叫医生来 你们两个看着她 我去办手续 嗯 你别耍花样 喂 真的 我肚子疼 快要拉了 快点给我装纸巾呢 喂 你别吵了 喂 我去看看怎么了 好 收到 马上走 喂护士 你带她去哪儿 还坐电梯啊 你别动啊 你是谁 干嘛替我上来 我要给我个报仇啊 不要 不要 冷静 冷静啊 你来干什么 跟你没关系 她已经被警察抓了 法律会制裁她的 你怎么把她推下去 你也会犯法 你要坐牢的 那我哥呢 我哥现在连做个好人的机会 都没有 像她这种混蛋 做这么多坏事 就怎么杀了她 不是便宜她了 她应该坐一辈子牢 说一辈子苦 这样她对得起 被她害过的人 你知道吗 混蛋 救命啊 我 不想死 你不想死 我哥 你想死吗 拉我上去 别吵 你有命啊 帮忙啊 快点帮忙 再不来我就拉不住她了 把她还给你们 签个明星都走了 你来看都不看就签 看不看有分别吗 我帮你看 不好意思 我帮她看 她学你在医院里袭警啊 这项控罪严重了点啊 你这里写她在天台上 严重伤害他人身体 只是当时我也在场 她只不过是 用自己的方法 去惩罚一个 犯了严重罪行的疑犯 就这样 是不是这样 随便 你们怎么说都行 麻烦你盖点字眼 没问题 在这里签个名 你办完保释手续就能走了 不过 保释了不代表没罪 我们找到证据 随时都能起诉你 陈正勇们也没被抓了 兄妹俩都一样 他哥哥死有余辜 你说什么 有茶 有茶的 小女 你别乱来啊 送你回家好吗 我还有家吗 你还有我吗 你不想回家 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好吗 你别再管我了 我不需要人管 我是你的男朋友吗 我要负责看着你和照顾你 负责 负责 负责什么 我的人生 我的命 这些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一定做得到 好 我不要别的 我只是想要我哥哥 行不行 你知道吗 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 我哥是怎么死的 我以后 都不想再看到你 我希望你暂停水果城的计划 不要再继续 如果水果城真的能成功 我们果兰的生意就更难做了 公司的生意呢 我都交给Donald打理了 水果城是他想发展的 我也要尊重他的感受 我知道这个决定会让你很为难 不过水果城只是一个商业项目 你公司要做生意 还有很多选择 不一定要找影响果兰生意的去做 爸 你再考虑一下 八方 你来了 原来你也在 你以为我不在才来的 那我回去吧 开玩笑 我怎么说也收了你们仇家一刀 我是伤者要休养 你不是忘了吧 我当然记得 不过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功夫这么好 也这么容易被戴康健挟持 还这么不走运被他弄伤了 当时那么乱 我什么都没想 我只是担心代替玛米的安全 那个人真凶狠 还好当都没事啊 对了 刚才好像听你们在说水果城的事 哦 是啊 宝宝刚才跟我说 他对水果城的看法 我也想听听你对水果城的想法 我明白 果然有部分人很担心水果城的出现 会影响他们的生意 大大爹 这些是很肤浅的想法 水果城这个项目所面向的 是比果兰更大的市场 不止没有互相抵触 长远来看还可以互利互惠 相辅相成 说得好听 但你也知道 你们出钱做了这个地方 到最后还是被大财团玩垄断 我们小果兰死路一条 做生意当然会有竞争 话又说回来 果兰最近出现了很多负面新闻 又寻仇又藏毒 你作为果兰副会长 这些呢只是 哇 怎么了 你的伤口还痛啊 我昨晚睡得不好 可能压到伤口了 还有 我昨晚做梦 在果兰被人追杀 你们负责 怎么都堵在这儿 说什么 别不懂多 两相互 是你们撞过来的 我还有屁啊 海哥 哎 斯文脸 这种手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有什么慢慢说啊 我们先简称 简称 简称 小八姐 小八姐 你先站一边去 赔你个屁啊 在这儿挡着 还说什么 别吵了 别吵了 你们不要吹吵了 别吵了 别吵了 闭嘴 闭嘴啊 你们干什么 现在觉得果兰负面新闻不够多 大家都是果兰人 每晚都在这里开工 大家都认识 千九下不行啊 一直以来 大家都觉得我们果兰人 粗鲁野蛮又霸道 你们知道吗 这一个月 我们已经有一百多个投诉了 再这么下去 我们这个果兰 没了 没有了 你呀 别这么暴躁 你呀 别说脏话了 大家把声音降低一点 别总是吼着说话 小八 现在好像你最大事 好吧好吧好吧 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让他们 让他们 往后退 往后退一点 之前由柯治北医院提出 有关果兰搬迁计划 近日政府落实选址为洛马周一派地皮 哇 师傅 你车上的空调好像不大对啊 就是 哎呀 热死我了 哎 大家忍一忍吧 不好意思啊 哎呀 少八八 有什么不好意思 跟你也没有关系 空调突然之间坏了 你也不想呢 那 我们今天呢 就是去看政府所谓的新果兰选址嘛 是商会的事 是公家的事 但也是你们自己的事啊 嗯 嗯 啊 乖乖的排排坐 心境自然凉啊 哎 喂 我们以后不是要去这么远开工吧 路上这么颠 如果啊 天天要这么开工 我可以保证大家 全人都跟我叔叔一样 一定找之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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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八呢 现在就是带我们去 视察环境 看看那个地方到底怎么样 也没说一定要对吧 哎 落马中鸟不拉屎的地方 说不翻就行了 哪用看呢 哎 没错啊 我也知道这个地方很远不理想 如果我们要跟政府say no的话呢 我们连看都没看过就说不喜欢 哪有说服力啊 啊啊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过这个地方 才有资格提出反对 没错 小八说的没错 到了 小心小心啊 哇 再来活动一下 在前面 哇 这是哪里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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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新果兰的 哇 我腰酸背痛 到了 完了完了 连人影都没有 喂 以后我们的果兰要改名了啊 鬼兰 就是啊 还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回来开工 哇 一来一回不用睡了 别指望在这儿开啊 安局啊 半夜要开工啊 早上要送货的 搬来这里啊 死定了 死定了 那各位 这里呢就是新果兰的旋址 大家可以到处去看看 哎 你们也来这里看地皮啊 是啊 你们也是啊 是啊 我跟几位关心果兰的议员 一起来这里视察一下 大家也知道 看到这里的地方呢非常大 比起果兰还要大好几倍 那么以后大家的货车呀 板车啊喜欢怎么放都可以 而且这里靠近内地 以后大家做内地生意 就会方便多了 也要有人肯来这里才能开工啊 这里地方这么偏僻 怎么搬货啊 找牛搬呢是吧 就是 我们大部分的工友呢 都住在九龙区的 如果要搬来这里 就是叫他们别坐了 明白明白 我完全明白 不过正因为果兰呢 位于旺区中心 接近民居靠近学校 才会衍生出这么多问题 事情呢没有完美的 这里空间足够大 而且呢也不会影响市民 算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那各位 所以接下来呢 我会跟政府各部门加紧沟通 希望能够尽快落实这里的选址 凯凯凯 天气热 可能大家都口渴了 那你去车里拿些水给大家 好的 柯叶员 如果你真的关心我们 就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多做个咨询 光做这些门面工夫 是帮不了我们的 我明白 我明白 我们当时需要大家的宝贵意见 喂 把门关起来很热 喂 你在这干嘛 哇 外面像沙漠那么热 我只是进来躺一躺 你什么意思啊 我打你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你搞什么 喂 外面像沙漠那么热 有谁会来啊 喂 去上车躺会吧 喂 喜子说的对啊 正像沙漠一样 搬来这里 不知道能熬多久 就是 哎 真小事 走 各位拦主和李氏 刚才呢 我们就去了 洛马州政府的选址 大家都认同 这个地点和配套 都不适合我们 果然搬过去的 对吧 当然了 柯少带着那些人 只来只去 好像要开工了 喂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办呢 那就逼我们转行了 你们知道是不是啊 是啊 大家先别这么灰心 只要我们齐心 把我们的不满 告诉政府 我们就一定可以 扭转这个形式 真的可以吗 有才 整个计划就是这样 哦 大巴姐啊 你的水果城 是不是真像你说的这么好 你放心 我们公司会投放 很多资源下去 无论是设备还是配套 都会比现在的果然好多了 总比去洛马州要好 是啊 果然现在这么多麻烦事 如果真的要搬 麻烦你给我们留一个铺位 当然没问题了 谢谢你啊 我再约你们谈 还在到处撒网 越来越多人转阵营 对我们跟政府交涉 一定很不利 不是吧 真大胆 来来来来 不好意思各位 我有些关于水果城的问题呢 想大家给我点意见 你问吧 我已经看过防火条例了 有关自动洒水系统 紧急照明 火警钟和消防通道 这些安排上 我觉得如果按照一般指引去做 可能会不够 所以呢 我想提议呢 李小姐 这些都是小事而已 我们下次再谈吧 陈先生 你是电机建设的承办商 我想问问你有关水果城里 货和人流方面的安排是怎样的 那每一层 你打算装多少部客梯和多少部货梯 就像一般商场那样就行了 这怎么行啊 你知不知道 现在已经有两百多个果栏了 美国果栏每晚进出多少次货 还有散客 他们下了单之后 运输要来取货 每晚进进出出 一般商场的货提量 怎么可能够呢 你身为承办商 这个问题是你第一个要考虑的 另外陈先生 我想问你有关这个 这瓶口就真好喝 我就喜欢它那股铁锈味 用来配牛排就最好了 大八姐 这些事留到将来开会再谈 我们今天出来是放松 认识朋友而已 对了 我们有点吹哪儿啊 当然去唱歌 跳舞啊 好啊 当努 我今天忙了一天很累了 一会儿不跟你们去了 那好吧 我帮你叫车 回去早点休息 不用了 David在下面等我 各位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拜拜 小心点啊 我们一会儿吹哪个场子 就去上次监督呢 我看谁也想这么说 那儿都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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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这么闷闷不乐 一般这种急性的饭局 也就是吃吃喝喝 根本谈不了什么 我明白 我反而不希望你对水果城这个项目太操心 虽然我已经离开了果篮 但还有很多篮主都很信任我 我不能辜负他们 我一定要为他们争取最好的 我知道 但是现在B&D也足够你忙了是吧 水果城的事呢 你就交给Donna处理吧 我只是不想你把身体累坏了 放心吧 我以前做果篮的时候不是更辛苦 我也挺过来了 我反而觉得以前的生活更开心 要不我们买些水果回家吃 好啊 你慢慢买 我等你 谢谢 有空揉一揉就没这么痛啊 买这好东西啊 这只认发财了 真不好意思啊 别装了 他刚才还想把鹅腿吃了呢 还好我叫他留给你 不说了 大八姐 你今天回来过来看我们 大八姐 你有口福了 今天小红哥请我们吃宵夜啊 这么丰富 我不吃了 我正好经过打算买些水果就走了 大八姐 你这么大的便利 特地来这里买水果啊 你懂什么 这叫互惠互利 那我们跟他拿货 他就来光顾我们买东西 有来有往 这是做生意之道嘛 大八 你懂什么呀 给你喝我的招牌果汁 谢谢小红哥 那大家快点吃啊 吃完了开工 谢谢 这里真是越晚越热闹 吵得耳朵都聋了 小红哥 其实唐叔的事 你会不会怪我 说什么怪你啊 最重要是这个案子 律师说他是被人要挟 又不是他亲自运送毒品 而且我们也主动向警察 你不怪我 你不怪我 我就安心了 我也看得出 自从你做了会长之后 你真的是用真心 对大家为果兰呢 其实我也没想到 自己会越做越积极 以前我总是觉得 果兰这里又脏又乱 人又粗鲁 而且还吵得要死 但是当我现在坐在 奥斐子里吹着空调的时候 突然间又很惦记 这里的生活 很惦记这里的人 天天在这里你骂我 我骂你的日子 也很惦记这里那股水果味 加上臭汗一起 夹起来不知道什么味道 还有啊 人人路过都会 打巴打巴这么叫我 晚上大家都会围在这里 吃宵夜 到早上收工的时候 又会约在一起喝早茶 这种生活 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开心 很自在 哎 在同一个地方赚钱 争执就一定会有的 不过呢 最重要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又福同享 又难同当 小红哥 你对果兰的感情比我还深 哎 我最近也在想 果兰还应不应该继续做 怎么了 赵东兰有问题吗 赵东兰就没有问题 不过药堂呢 年纪也不小了 经过这次打击 他身体越来越差 哎 最近哪都是我下来开工的 有才也有来帮我 难道这个生意 这要让他来接手 他是唯一一个儿子 紫城副业也很应该 这个就让年轻人自己选吧 我也不希望他留在这里 最近很多人说班 就算政府不逼我们走 这里也可能很快就没落了 不过无所谓 能做多久是多久 小红哥 我们有事问你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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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你依靠一个灰烟 路上灾类极然似快乐 只要想去跨过便能踏过 想满足你一切的愿望